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思想基督耶稣在这世上所受的苦难 但是就在这一切的苦难和无助之中 祂更深地与神相遇 并且进入神的旨意和命定 愿我们一同得胜 Amen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伟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圣似献牛 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不妙是被求的人 愿天和地 阳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 都赞美他 因为神要拯救西安 建造犹大的城义 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 得以为业 他仆人的后裔 要承受为业 爱他名的人 也要住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看到 29节他说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是困苦忧伤的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是困苦忧伤的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的生命中有困苦有忧伤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使你离开这一切 唯有神的恩惠 唯有神的救恩 唯有他大能的手 是你唯一的拯救 我愿你 愿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 抓住这唯一的拯救 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 不要用其他的方式 我前两天在监狱当中 去探访 去拜访 我们曾经在软弱的家人 我就听到住间牧师 对他的勉励 他就提到说 其实我们人出了监狱之后 想抓两样事情 第一个就是抓金钱 第二个就是抓关系 所以因为有钱 所以就很快的掉到 在神的面前 本来要按部就班的生活 就迷失了 或者因为在关系上失去了 或者在关系上 没有得到他心里所期待的 所以也失去了那按部就班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用别的方式 来取代我们在神面前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能 唯有救恩 才能使你被高举 唯有救恩 才能使你被安置在高处 唯有救恩 神的救恩 才能使你的困苦忧伤 能够胜过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重新来看困苦忧伤 你知道大卫的困苦忧伤 使他在神的面前 可以赞美神的名 他的困苦忧伤 却使他可以在三十节说 我以感谢称他伟大 并且他的困苦忧伤 最后导致了 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过程和赞美 却让他经历到 原来这一切的经历 使他的生命荣耀上帝 而且胜过他一切的献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怎么可能呢 你知道吗 我们有多少时候 我们没有省察我们的生命 我喜欢我曾经在受教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师母给我的提醒 他说宗义 你知道吗 我们悔改的程度 与感恩的程度成正比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你要重新定义 困苦忧伤 对你带来的意义 我就在想 悔改的程度 与感恩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就好像我们在父亲节 我们在母亲节 或者我们在情人节 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送给我们所爱的家人 送给我们所爱的爱人 可是我们却在送礼物给他的时候 我们却不愿意跟他有一个和好 可能我曾经对不起我的妻子 可能我曾经对不起我的爱人 但是我却好像想要用礼物来掩盖这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能够先在对方的面前有一个悔改 我相信对方他所感受到的喜乐 会胜过你送给他的钻戒 我相信对方感受到的喜乐和平安和那一份爱的滋润 会胜过你送给他的鲜花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跟我的父亲悔改 愿意跟我的母亲说对不起 我相信会胜过我送给他们的金钱 会胜过我送给他们的红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许有困苦 或许有忧伤 或许有那极为无法胜过的软弱 那关系的失败和冲突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切是凸显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上帝 让我们一起来倚靠神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上帝 经历祂的平安 并且进入完全的得胜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感谢神 大卫走过了困苦和忧伤 我们也一起重新来看 你的困苦和忧伤 你知道吗 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有人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的师母常常讲 他说 我与人的冲突 其实是凸显 我生命当中 不能胜过这冲突的软弱 我与人的冲突 凸显我生命当中 不能胜过这关系的软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看到有人在服事神的里面 因为我跟A我起了冲突 我跟B起了麻烦 所以我最后竟然选择 我不要服事上帝了 也有人会选择 我要离开教会 也有人会选择 我不要再爱上帝了 我跟上帝无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因为在服事神的平台 我们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因为在这个服事当中 所以我以为是这个服事的问题 所以我以为是教会的问题 所以我以为是神的问题 其实不对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一切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办法胜过 我不懂得如何来恢复关系 我不懂得如何来解决冲突 我不懂得如何来表达问题 我不懂得如何来解决问题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 如果我把教会这个平台拿走 我把服事这个平台拿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这个平台换成你的工作呢 如果这个平台换成你的事业呢 如果这个平台换成你的家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凸显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而不是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 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 是我们的生命要被对付 要被修剪 因此这时候 我们不要用这个软弱和冲突来惩罚自己 也不要用这个软弱和冲突 用这个困苦和忧伤 来切断我跟神的关系 我们反而应该在这个里面 如同大卫一样 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 来寻求上帝的帮助 一切的困苦忧伤 是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若真能在神的面前 能够仔细的来寻查 我们能够把困苦忧伤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软弱带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你会有新的喜悦 会有新的雀悦 我相信你会如同这段经文所说的 你会真正开始去进入到 如同大卫所说的 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 当你在神的面前 你能够走过这一段路 你的生命中领受救恩 你被安置在高处 接下来其他的人就会看见 他们的生命就会跟你一起喜乐 其他的人他们就会看见 寻求神的人看见你 他们的心就会苏醒 如果我愿意承认 如同三十三节所说的 我是那位穷乏人 我承认我生命中的穷乏 我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手中 我因此就得到释放 我告诉你 人们会透过你得到帮助 这一个时刻 你不需要叫天地海 你不需要叫任何人来赞美神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那个祭物 你的生命就是那个见证 天地海会跟你一起来赞美神 万物会向你对齐 你的家 一个悔改 一个承认他生命当中 困苦忧伤 寻求神的人 迫切向神祷告的人 我告诉你 神使用他 他的家人会看见他的困苦忧伤 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他的父母会看见他寻求神 他的周遭的朋友 会看见他寻求神 就因此会跟他一起来认识上帝 你就会看到神拯救喜安 建造有大的诚意 你会看见神终极的命定 要透过你来完成 不是因为你说教 不是因为你做别的事 而是因为你的生命 有福全品 有牺牲舍己 伟生的记号 像谁一样 像耶稣基督一样 祝祝祝福你 你因此就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因此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 你因此神透过你 完成他的命定 呼召 因为你承认你生命中 有困苦和忧伤 并且寻求上帝 愿我们一起 在神的面前 重新来思想 并且进入神的荣耀 与神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丰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 在神的面前 耶稣基督曾经经历过困苦忧伤 大卫经历过困苦忧伤 主终于也相信 保罗经历过困苦忧伤 主让我们一起承认 我们生命中 有困苦有忧伤 但我们没有忘记的是神的恩典 神的拯救和帮助 让我们倚靠神 全然得胜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神的拯救和困苦忧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